大家好我是宝海只愿 今天 这什么地方 哇好浓的雾啊 这好像是个长椅啊 这什么东西 这什么 旁边好像有个光盘呢 哦放这 这是一个播放器啊 光盘放在这里就可以不放出声音了吗 有什么声音吗 没有啊 我好像听见了细微的声音 有吱嘎的声音 你们有听见吗 这个必须得戴耳机才能听见 仔细听真的有 是这个录音机发出来的吗 我要不四处抖走看吧 这个地方看看有多大呀 前面这是什么东西啊 一堵墙吗 有声音 在哪里 总是有听见吱嘎的声音 你们有听见吗 这到底在哪里呀 我先四处逛一逛吧 看看这个地方有多大呀 哦 这边又有一堵墙啊 哎就说明这个地方 哦 这什么 有门吗 原来这里有大门啊 哎 但是门好像关着我出去 哎呦 打不开 这 这声音是从这个大门发出来的吗 好像也没有 我再走走看吧 看看这个地方有多大 四周都是墙吗 哎 前面又有一堵墙 刚才这个地方好像还挺小的 这是一座墙给围起来了吗 为什么呀 外面有巨人吗 突然想起来那一年被巨人支配的恐惧 可是这个地方只有我一个人了 我得想办法出去吧 应该 我先逛一下四周啊 去前面再看看 前面应该也快走到头了吧 走到头了 也就这么小 但是走到这个地方 我又听见了直嘎直嘎的声音 我得寻的声音过去吗 我得找那个声音从那里发出来的吧 好像在前面 哦 哦 哦 这 这是个鞦韆 哦 原来这个声音是从鞦韆那边发出来的 但是没有人在荡鞦韆 为什么这个鞦韆在动啊 哎 上面好像又有个光碟 光碟上面写着 open 打开 什么意思 哦 我们要把这个光碟放在之前那个录音机上吧 看看能发出什么声音 感觉这游戏有点诡异啊 来来来 到了到了 还是这个椅子 哎 奇怪啊 为什么会发光 你们仔细看 这个地方好像会发光哎 哦 光碟会跟着发光哎 为什么呀 哎 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发光啊 天上有什么东西吗 也没有 这个地方莫名其妙的会发光 哎 之前的那个光碟出哪里了 好吧 放进去 等一下 好像听到了一些声音 open 哦 我知道了 好像什么东西打开了 每一个光碟上面都写着字 这个字就对应着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 我得看看什么东西打开了 哪里打开呢 哦 不会是之前那个铁门吧 哎 哎 哎呦 我突然打雷 我吓我一跳 你们刚刚有看到吗 好像有个黑影 突然冲过去了 这个地方居然还有别人 为什么之前没有看到 哎 我们找一下之前那个声音吧 之前那个 好像是开门的声音 去找一下之前那个大门 那大门在什么地方呢 就不给忘记了 先四桌子都看吧 希望 希望不要碰到那个人 但那个人好像一晃就消失了 哦 找到了找到了 大门在这里 哎 不对 这大门怎么这样的 我记得以前好像前面是空荡荡的 怎么突然有一个走廊的感觉 哦 门真的打开了 那光碟放进录音机里面 就是打开这里的门的 哇 有点可怕 我要走进去吗 哎 我要是不走进去算了吧 但是 好像没有办法 这剧情好像必须得让我们 往里面走 但是这个地方有点恐怖 我就怕前面突然会出现什么东西 哦 哎 等一下 又叫不着 哎 我们靠着墙走啊 小心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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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 好像没什么事情 前面是什么东西 哦 哦 哦 这个场景变了 这 这 桌上好像有一个 录音机 哦 是从这里发出来的 哦 这歌好诡异哦 哦 关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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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这什么 哎 这地方也变了 哇 这一转头场景完全变得不一样 好吧 好吧 我们只能往前走了 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早知道就不走进去 哎 前面还是一堵墙哎 啊 啊 啊 刚刚那什么呀 哦 重启系统 哎 哇 我来到什么地方了啊 哎 这墙上好像有一个裂缝啊 哎 我莫名其妙来到什么地方了 哇 好黑啊 这什么鬼地方 怎么这么黑 哎 我第一次看见 连我都看不清啊 这是 太黑了吧 这哪里啊 哇 我只能贴着墙走啊 哇 太黑了 什么都看不见啊 我看看后期能不能调高眼亮度啊 我现在看它是完全看不见 我现在只能贴着墙走 希望不要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 这里是拐角 哦 再往前走吧 我我我贴着墙走 哎 有东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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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什么 哎 光碟 这里有个光碟 光碟上面写了什么 light 光 这光碟是可以给我们光的吗 哎 但是我们还要找一个那个录音机啊 有录音机才能拿到光吧 哎呦 我听到莫名其妙的声音了 你们戴着耳机仔细听 哎 走到头了 走到头了 不是这儿 好不好 我们再走一遍 我 我要贴着墙走 又是想走 哎 我感觉我迷路了 哎 我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好像是从左边来的吧 嗯 对 我应该是从左边来的 啊 不管了 不管了 随便走吧 我都搞不清方向了 随便走吧 看看能不能 找到录音机啊 哎 这里是拐角 我应该是从 啊 我从前面走 我应该这里没走过 去这里看看 哦 有东西 有东西 这里 这是录音机吧 哦 对对对对 把光碟放这儿 啊 果然有光呢 看到每个光碟上面都对应着不同的东西啊 这个light光碟就代表着光 但是好像这个录音机没有发出什么特别的声音 哎 这什么 怎么有一大块的木板呢 这是这什么东西啊 这边又是走到头了 没有什么东西了 那我要往回走吗 啊 那去哪儿呢 我现在拿到光了 难道这个地方还没有探索完全吗 哦 等一下 有声音 我要寻找这个声音吗 寻找这个声音从哪里发出来的 前方不要突然吓我一跳 哦 哦 在哪儿呢 听声变味 好像在前面 哦 这儿 在这儿 在这里 什么东西啊 哦 哦 这是收音机 怎么会有一个收音机 还可以调台的吗 哇 这嘈杂的声音 重新接收一下信号 看 还有了 有了 哦 哦 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啊 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声音 但是科学家研究了半天也不知道这个声音究竟是从哪里发出来的 没了 就这样 讲完了 还能调台吗 哦 还可以调台 哇 好诡异的声音 看来这个游戏跟声音有关 什么声音 我听到好像是开门的声音了 关了关了关了 把这收音机关了 有点恐怖 我刚刚好像听到开门的声音 你这哪里有门啊 这地方有门吗 我走了半天是没有看着过有门呢 好吧 我们到处走走看吧 啊 什么呀 刚刚 又突然吓我一跳 还有吗 还有惊吓吗 回来了 这是之前的那个录音机 那我要去哪呢 哦 这里的门开了 原来这是那个是木门的声音啊 原来这里是一个门啊 这么高的一个门 哦 我之前还以为是一大块木板呢 这又是什么新的地方啊 哎 这个地方比之前亮多了 哇 这里好亮啊 哎呀 这有亮亮的就可以了 啊 有灯 哦 前面又有一个光碟 这次上面写的什么字 Studio 哦 工作室嘛 这个是工作室的光碟 难道会拥有一个工作室 放在这里 哎 这什么地方 变了 啊 好吧 不管了 放进去再说吧 哦 哎 真的 这好像是个录影棚啊 哦 真的是 哦 哎 哎 怎么灯没了 哎 这里有个门能打开吗 打 打不开 哦 好 好吧 哎 桌上有点东西啊 又有一个光碟 这 这什么 工作人员吗 哦 这个光碟是可以召唤工作人员的 等一下 会召唤出工作人员的什么意思 这 有人吗 我看一下 哎 有吗 哦 有 哎 但 但这好像不是人 这什么啊 木头人嘛 哦 哈喽 你好 嘿 哦 是木头人 哦 还好不是真人 不会动的 哇 还好 还好啊 哦 这是控制灯光了啊 那我是主播吗 哎 桌子上还有东西啊 这什么啊 end 结束了 哎 这是个磁带啊 这不是光碟了 放哪啊 哎 这怎么会有红色的东西啊 放这儿吗 不对 那要放前面去吧 哦 这里有一张门的 哦 哎 放哪呢 二选一吗 哎 不对 哦 我只能放左边 哦 这个只能放左边 哦 哦 我 什么声音 有脚步声 哦 有脚步声 好像 好像有什么东西过来了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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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等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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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 好像是个巨型的东西 跑过来的感觉 哎 哎 但是 没有啊 光听见脚步声 却不见人影啊 走到这个地方 脚步声好像越来越轻 这个地方怎么占了一个木头人啊 还多了一个啊 嘿 嘿 你好 哦 等一下 等一下 他好像手里拿着个东西啊 这什么 这什么 demo 啊 怎么这个脚步声一直都有 好吧 不管了 又拿到一个磁带了 这是要放到另外一个地方上吧 怎么靠近这个地方 就听见脚步声呢 好 放进去 哎 啊 结束了 end demo thanks for play 这 这游戏还是个试玩版啊 啊 好吧 这个游戏就这么简短的结束了 哎 说实话 这个游戏我个人觉得还不错啊 因为恐怖游戏中 最重要的就是声音了 虽然说这个游戏并没有 特别好的画质啊 但是这个声音啊 却营造了 很重要的氛围 只可惜 它只是一个试玩版的 那如果未来有机会 它出了正式版的话 我们到时候再来看看它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